嗨 大家好 我是宋耀厨 就我家大哥连手指都想要说两口 就是吃了我这一道韩式炸鸡 就外皮裹了一层浓浓的酱汁 酥酥脆脆的 超级入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看 朋友们我刺根跟鸡刺就够买了一些 我们先给它淘洗干净 因为平时我们就是去菜市场买冰鲜的 所以会比较贵 这些要24块钱 腌制之前我们把表面的水分稍微给它擦干 我们加入多一点的蒜片 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最后加入100毫升左右的纯牛奶 然后给它炸拌均匀 因为三姐弟不爱吃到蒜的口感 所以我这个就切成块 等一下就是在炸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夹起来 捏一捏 接着我们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腌制两个小时 因为现在是夏天了 最好是放冰箱冷藏 不然温度太高的话容易变滋 碗里面我们加入一勺韩式辣酱 然后一勺番茄酱 再来一大勺的蜂蜜 拿一点点生抽提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 朋友们我们鸡翅已经腌制入味了 我们现在开始裹粉 准备多一点的土豆淀粉 再把鸡翅均匀的裹上这个土豆淀粉 然后可以用手这样子按压行丝 也可以用地瓜粉 或者是玉米淀粉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炸了 锅里油温我们烧至四五层热 我们先下入这个刺根炸 因为它成熟度不一样 保持中小火炸 定型过后我们另用筷子给它分开 两三分钟过后我们再下入鸡翅炸 炸 炸的时候就尽量把这个鸡翅放到中间去 这样受热比较快 现在是中小火炸了六分钟了 已经开始慢慢上色了 然后如果家里面有买那个空气炸锅的话 也可以用空气炸锅炸 朋友们我们全程炸了八分钟 像这样子表面有点金黄酥脆了 我们先给它捞起来 比较复杂一下 油温升到八十日的时候 我们再放上去 给它复杂个十两秒就可以了 把炸好的油我们给它过滤出来 这种是可以直接炒菜用的 唯美 锅洗干净我们喷一点使用油 我们把这个调好的酱汁给它倒下去 熬至浓稠 酱汁熬至浓稠以后我们关火 加入炸好的鸡翅 给它上面均匀 担心松胞胎他们不敢吃韩式辣酱 所以留了几个没有果的 我老公比较爱吃芥末蜂酱 给它挤一点在旁边沾着吃 晚餐我还蒸了一条黄花鱼 然后清炒了一个空心菜 主要就是吃韩式炸鸡 外酥里嫩 配山药小米粥 可以吗 可以 妈妈你叫妈妈用小碗 妈妈给我拿这个小碗 这个辣的不辣 不辣你该尝 辣 这个只有你沾 来 芥末不要沾宝贝 还吃 我还以为是咖喱我一定沾 比较的是这样做的 拌的 好 吃一小碎 我还吃一小碎 嗯 我还吃一小碎 这个给你吃 还是就吃一小碎 给我吧 给我吧 妈妈 那你还拿那个辣的 那这个是我 对呀 妈妈这么了解你们 知道你们不敢吃这个韩式辣酱 妈妈 单独给你弄了两个 还是这个比较好吧 嗯 吃不吃 嗯 等一下我把辣的皮吃掉 然后你们吃里面喝 好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嫩嫩 吃吧 把辣的给你吃掉 给各位来一个 妈妈 你到鼻子了 鱼的鼻子在这里 等你们渴完的这个山椰小米 这里差不多温了 都可以吃了 我说在吃它的脆骨 脆骨 脆骨 放到我的这边 没关系 等下是 放到我的领域 姐姐 大福丢天了 是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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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鸡翅